是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距离 《小窗幽记》中说 凡事留不尽之意则积元 凡物留不尽之意则用欲 凡情留不尽之意则未深 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 水满则意 月赢则亏 凡事过满就会生出事端 人际交往也是如此 舒服的关系都留有 三分余地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他学生量两分组 要求两个人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 分别写出一个数字 如果两个数字加起来等于或小于一百 他们就会得到与自己所写数字相应的钱 如果数字之和超过了一百 他们就要支付心理学家相应的钱 结果很遗憾 每个组所写的数字之和都大于一百 最后他们非但没有得到钱 反而都赔了钱 自私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而真正聪明的人会在利益面前做出让步 达到共赢的关系 著名投资家查理芒格想要收购一个合伙人的股份 他让合伙人出价 对方出了13万美金 芒格在调查后发现应该估值23万才合理 于是主动多支付了10万美金 这件事过后呢 这位合伙人认定了芒格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又和他继续合作了很多项目 而芒格从中赚到的钱绝不止10万美元 人与人都是相互的 你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怎么对待你 有人曾总结了与人合作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 我要赢 更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输 第二重境界是 我要赢 但是你输了 请不要怪我 第三重境界是 我要赢 你也要赢 否则就不做 因为利他到极致就是利己 作家王蒙曾说 一个人有没有水平 主要表现在说话上 想要获得好人缘 逢人说话需留三分 一分是无是生非的闲话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 莫论人非 二分是叠叠不休的怨话 负能量的话说多了 只会遭人鄙气 三分是口无遮拦伤人的话 说话不过脑子不是直爽 而是蠢 主持人杨洪达曾在节目中谈过 说话不讲究分寸感的人 让人有多么的厌恶 老梁的一位朋友 赚了点钱以后呢 在郊区盖了一栋三层别墅 按照北方的习俗 新房盖起来之后 会有乔迁之喜 别人去了都会说几句 恭维好听的话 唯独有一位亲戚 去了以后就问朋友 你这楼房盖得有多高啊 朋友如实相告 然后这个亲戚 结果话茬说 你楼盖这么高 要是塌下来 得砸死多少人呢 朋友听了 脸色立马变了 曾国藩曾说 言语迟针 与迟针 许止端重 欺善怕恶 别把人逼到绝境 别把事做到绝处 给别人留余地 就是给自己留后路 《红楼梦》里 讨喜的人物不少 有人喜欢心地善良的林黛玉 有人喜欢性情耿直的情文 但我最偏爱的 却是王熙凤的贴身丫鬟 平二 平二虽然是王熙凤的心腹丫鬟 却跟主子脾性 处世有着云迷之别 王熙凤行事泼辣 平二却脾性纯良 善提人意 平二从不弄拳 仗势欺人 他心怀悲悯 同情与自己地位相仿 或更低的奴婢 在《扶灵霜》和《玫瑰鹿》事件中 他劝奉姐 得放手时需放手 让柳家母女 免去了一场灾难 由二姐去世 王熙凤推说 没钱办丧事 使平二偷出二百两罪银 交付假脸 把局面应付了过去 平二为人处事 既没有凤姐那样 心理眼里只有我 一概没有别人的恶毒 更不像凤姐那样 喜欢把事做绝 凤姐死后 大官员一片败落 平二却多次获得众人帮助 渡过难关 中国一直有一句俗语 人在南处帮一把 马在南处 莫加鞭 不给别人留余地 其实也是把自己 逼到了悬崖边上 得饶人处且饶人 即使放过他人 也是成全自己 心理学专家 曾其风有一个比喻 悬崖的边界很清楚 所以我们不会靠得太近 但是水的边界比较模糊 所以经常会淹死人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麻烦和冲突 都起源于无意中突破了界限 老舍先生散文 《一天》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有一天晚饭后 老舍正要准备写作 这时朋友牛先生带着新婚妻子前来拜访 聊到晚上八点半 依然不见两个人有起身离开的意思 于是老舍先生开始想尽各种办法 试图让两个人早点离去 看稿纸 打个哈欠 说明天要去看朋友 叫保姆上钟弦 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 顺手看看手表 但是老牛完全不顾这些暗示 到了深夜十点 还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从此以后 老舍便有意避开牛氏夫妇 生怕两个人前来拜访 扰了自己的清静 有句话说得好 朋友再亲密 分寸不可插失 自以为熟 结果反生隔离 人与人相处 保持适当的距离 亲而有见 才是最好的状态 国画大师黄永裕和钱钟书 曾是邻居 居所距离只有200米 但两个人从不过度地打扰对方 黄永裕身知钱钟书 洗净平日很少登门 家乡送来春茶春笋时 想给他送去 会先打个电话 然后送到门口 也不进去打扰 钱钟书想去拜访黄永裕 也一定会先询问对方 是否有时间 然后再前往 两个人比邻而居 数十年 见面次数却屈指可数 可关系依然非常要好 正如毕书民所说的 亲近的保持距离 或许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 亲疏有度才能九处不类 远近相安才能彼此牵挂 古话说 路经窄处留一步与人行 滋味浓处减三分让人长 当你懂得留三分余地 便能换来十足的人生 点个赞看吧